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韓國的首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2024韓國Olivian必買推薦 包含了我自己很喜歡的 以及網紅上的人氣商品 如果大家對韓國藥妝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欸這個最近也很紅欸 它跟大耳狗聯名的卸妝系列 卸妝都要搞綿片就對了韓國人 好啦買一個試試看 你剛才看到大耳狗才要買吧 都有啦 這個粉底棒大家應該對它不陌生了吧 現在呢就是有出一個新的素顏霜 我也還沒用過 我跟你說這也是最近很紅的 因為我個人就是有點小小的釣法 所以呢它就是針對釣法 然後去可以有滾珠可以按摩 按摩頭皮一種 對 然後好像有就是可以幫助欸 來了啦 好啦好啦 欸之前大爆缺貨的他們家的軟膜 必須要欸這個是水分的 然後這個是鎮靜的 OK 兩個都來 還有最近很紅的這種痘痘貼 它就是有添加一些 像是水洋酸啊或是一些成分在裡面 像這個是防曬的欸 然後就根據功能性啊 然後最紅的還有這個維蒸的 欸 這個真的是我媽用了一所愛 真的假的 真的耶 真的 它真的有那個感覺喔 好好好 試試看 欸 我跟你說 這是我從以前就很喜歡的 就我18年來吧 5年前來就很喜歡 你知道炸彈霜嗎就是它 它是炸彈霜嗎 就它用了會像水球炸在臉上那種感覺 所以才叫炸彈霜 等一下 然後它今年就是升級了 所以我剛剛來感受它的質地 你摸 你摸 是很舒服 很水潤那種 欸 真的很水欸 短短的欸 它那個水潤感好舒服喔 而且不黏膩喔 嗯 完全不黏 好的 現在準備要來開箱啦 這幾天已經有偷偷打開東西試用了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 Week Mac的粉底刷 這一支呢 真的是大爆紅 還一度就是缺貨 大家應該還記得去年的時候 刮棒紅嘛 明星化妝師 大家都用刮棒手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很不懂欸 就是很難用 我去年開箱那個時候 也有說它非常的不適合我啦 而且像是一些這種鼻翼啊 或是那種邊邊角角 就是很很難刮 然後他們家呢 就出了一個這個 模擬刮棒設計的這個粉底刷 所以它超級細 然後我一用這個之後 就知道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刮棒了 因為它上臉的那個滑順感跟推開感 超級均勻 就是那個粉底這樣平鋪的讓你上去 所以你一刷上去呢 整個是完全不會卡粉啊 也不會斑駁 就是很好推 而且因為它做的是粉底刷 它這邊是柔軟的 所以其實你這個 弄在鼻翼啊什麼 都是很好帶過去的 那我覺得你如果實用得當 你甚至就是連 最後用粉撲整理都不需要 帶過去就直接上好妝 而且是薄的 不會覺得很厚重 再來呢 因為它很薄嘛 所以呢你刷的時候 你不小心像我這樣 我很容易不小心用太多 你刷上去用太多的時候 它會跑到另外一面 所以就很棒喔 真的是現在這個 是目前我的第一名耶 我甚至連旅遊都會想要帶它 如果你是喜歡刮棒感 可是又覺得刮棒上起來的 操作手法偏複雜 偏難的話 這一支會非常非常適合你 再來呢 就是我們 Believe的炸彈霜 我超愛這個 斗篷炒高效水分炸彈霜 它真的更新之後更好用耶 因為我有一陣子沒有用它 我第一次用它好像是 18年 它爆紅的時候 用完之後呢 我後面就有嘗試騎它 就比較少用它 但這一次回歸之後 哇塞 欸很好用耶 因為它這個 是很清爽的 我已經用了一陣子了 它這個是很清爽的那種質地 非常適合我這種偏油性的 而且它擦上去擦完之後 會有一個保護膜的感覺 好喜歡 而且不黏膩 不黏膩之外 那個保濕感非常的足 怎麼可以做到清爽 但是重拾兼具保濕力 那它裡面斗篷草呢 就是含有單寧的成分 所以可以很好的穩定肌膚 草本的成分 所以也是蠻甜染的 再來呢 就是一些很有效的成分 像是潑尿酸啊 菸鹼胺啊 就是幫助我們 提升保濕力 以及收護肌膚的 非常重要的成分 尤其是現在夏天 如果台灣比較悶熱 有時候擦乳霜啊 其實會有一點點負擔 但如果擦這種 或是跟我一樣偏油肌的 不管一年四肌都可以擦這種 比較凝膠狀的 我自己使用完的感受是 我很容易 雖然我偏油 但是我很容易 就是耳朵耳厚啊 或是這邊 會有一些乾癢 或是破皮那種 但是我擦它之後 就很好地把它消除掉 那個什麼破皮都不見了 乾癢也都不見了 那他們家除了 斗篷炒炸彈霜之外呢 也有紫晴潤澤炸彈霜 這一瓶呢 非常推薦給 比較乾肌 我媽超愛 因為我之前也是買給他 就18年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歡 他的質地就是 比較乳霜狀了 然後擦起來呢 也是一擦就感受到保濕力 那他這次更新呢 就是有添加 他神經心安跟神痰 可以幫助穩定肌膚之外呢 肌膚的彈力是會提升的喔 那我就是推薦 這個斗篷草呢 偏油肌呢 可以選他 然後呢 如果是偏乾肌 就選我們的紫晴 涼罐呢 我都覺得很不錯 那大家已經想說 我講這麼多 還是有其他問題 就是到底怎麼選保養品 對不對 這次呢 就邀請到 專業的皮膚科醫生 來為我們做解答 好的 我們這次除了開箱之外呢 還特別邀請到 專業的皮膚科醫生 黃醫生你好 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 黃一凱醫師 今天就是來到醫生呢 就是要瘋狂問他很多問題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有一些關於保養的迷思 包含我自己啦 也有一些很多好奇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 就是到底 房間一直流傳說 喝水就夠 其實不用保濕 就覺得保養品 好像是一個至上水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實喝水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說女人 是水座的 其實所有人都是水座的 喔 大家都是啦 對對對 我們皮膚有 大概六成左右 就是由水組成的 對 所以我們皮膚的那種光澤感 然後飽滿 其實是跟我們身體的水含量一樣一樣 喔 所以我們也需要去喝水 補充我們的水分 所以多喝水皮膚就會變好 對 多喝水皮膚就會變好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但是說你只多喝水就 還是不夠了 所以說一般來講 我們還是會 就是要擦適當的保濕 因為我們水還是會增散到空氣中 所以我們只能擦保濕 把水留在皮膚裡面 那皮膚才會比較健康 像我在韓國 因為韓國有很多乾 然後通常一覺醒來就覺得 臉怎麼這麼乾癢 需要擦保濕的保濕品 那通常如果說我現在缺水 肌膚缺水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產生 其實當肌膚一開始缺水 一開始就會一些比較暗層 有點可怕 暗層很可怕 那在久了之後 它就會有點脫緒 就是我剛剛講的 乾癢 癢是後面 如果你長期不會管它 它就發炎 它就紅氧 就開始出血 所以我那個已經長期了 如果你長期在那邊乾癢 可能就是你肌膚長期缺水 缺水 或是你 不夠力的保濕 當然或是一些其他皮膚的問題 對 那它有時候會形成一些 就是連鎖效應 然後發炎 然後皮膚都很不穩定 那像我可能是比較偏油肌 有時候體質不維持 容易出油 那我這樣子 還要再保濕嗎 其實我們皮膚分成油性肌 對 還有是乾性肌 那蠻多人現在都是混合肌 那其實像我們保養的話 還是建議分區保養 就像你T字部位 比較油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擦比較水狀的保濕 因為我們保濕其實有分水狀 霜狀 油膀狀 所以你要看你的皮膚的質地 你的區域去做分配 像你T字部位比較油 就用比較水狀的 那兩家比較乾 比較乾一點 對 就是用雙的產品這樣 所以油肌 還是需要保濕 對 這也是一個迷思就是說 因為皮膚在一直出油 太旺盛的狀況下 你會覺得有點癢癢不舒服的 尤其鼻翼 鼻翼 或是說你 下體型就很燥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把油洗掉會不會舒服 對 就清爽感 那其實油如果太多在我們皮膚上 它是會造成慢性發炎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 油性或是痘痘機 其實你還是需要 保濕 對 清爽的保濕這樣子 然後讓我們維持皮膚的亨頂 這個是越來越被重視 現在蠻流行性的 就是要簡化保濕 對 其實它的概念就是說 就是你只要找出你適合的保濕 你其實不用這麼 就用它就夠了 也不是用它就夠了 所以你可能就 就可能用幾樣 一兩樣就夠了 但是真的有不錯的產品 都適合你的膚質 也許一樣就OK 好 那既然講到產品 一定要問醫生的就是 成分 到底要怎麼調保濕品 那成分的話有幾個成分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筆記囉 筆記到大家 其實這也是皮膚科醫師 或是一般我們醫學上公認 比較好的成分 對 像第一個就是 玻尿酸 玻尿酸 對 玻尿酸大家都知道 那其實它就是一種透明紫酸 了解 但它的功用其實 它本來就藏在皮膚裡面 本來皮膚裡就有玻尿酸 我們人體本來就會產生玻尿酸 只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我們產的玻尿酸產量越來越少 就可以補充你玻尿酸在臉上 那玻尿酸它可以吸水 所以才可以保濕 對 它可以把空氣中的水分 或是你皮膚的水分抓住 我們這樣不會散到空氣去 那第二個我覺得也不錯 以大家耳熟能想的 就像維他命D3 就是炎鹼細胺 它其實蠻多功用 它有可以保濕 可以稍微抗發炎 調理皮膚 長期用這個成分的話 其實皮膚的洗顏證書 會稍微比較穩定 再來第三個 我也很喜歡 就是神經洗顏 這個也常聽到 那到底是什麼 我們皮膚本來就有神經洗顏 那它就是建構我們皮膚 很重要的一個成分 那只是我們現在有一點 一些不當的刺激 或者是年紀 熬夜呢 熬夜會嗎 或是有些天生 其實就有神經洗顏比較小 比較少一點 對 容易就是不只臉 基因啊 那臉它可能全身都會乾癢 然後都會抓這樣子 都跟其實我們也不只有臉 需要保濕 身體也只需要保濕 了解了 所以它也是幫助保濕 對它會幫助保濕 然後把水留在我們裡面 就是這樣子 然後增加我們皮膚的修復 其實是皮膚的公認 一個很非常好的成分 一定要選到它 好那再來就是一些 比較客製化的成分 就是功效性的成分 那像一些生態類的東西 它比較訴求是看法 然後增加一些皮膚的彈性 然後修復皮膚 因為生態類很多 所以可能要去看它裡面的 它的分子結構 那其實皮膚比較年輕的話 它保濕裡面也會比較強 那剛剛聊這麼多 那我現在到底是要先保濕 還是要先看膀 還是問題有點笨嗎 沒有 其實因為保濕做好 皮膚就會比較不容易老 那最近還有很流行一些 就是比較天然成分的 紫萃啊這種 是推薦的嗎 對 其實現在很多方便 都會加一些草粉精華 或一些紫萃 對 那這個就真的要去 一個一個看成分 不同的紫萃其實有不同的功效 它有比較有保濕的成分 它有的紫萃它是可以增加修復的 那甚至有些紫萃它是有點抗菌抗發炎 然後所以不同紫萃它都有不同的功用 嗯 所以你可能要去挑選 對的 比較適合的 比膚的成分 那當然是有些紫萃它是 就譬如是有益的正向方便 因為現在廠牌實在太多 所以你可能挑選的就是挑選比較 比較多實用實驗的 譬如是頭外有研究的 有研究的 有實證研究的 然後是說我們心意良好的公司 比較專業的 對 比較來路不明 所以越單純越好 對 越單純然後越堅準越好 越堅準 就是不要有太多不需要的 好 那我們留下需要的 然後把它做出來 很聰明 所以還要稍微試用一下這樣 對 這都要到達爾經過室 因為每個人適合的其實是不一樣的 不管怎麼樣 你只是要先把保濕這一塊 你找到適合的保濕產品 非常重要 好的 今天非常感謝醫生 帶來非常多的吃飾 然後破解了我們很多迷思 也知道怎麼挑保養品 大家學起來了嗎 筆記操起來了嗎 非常感謝 謝謝醫生 謝謝醫生 希望下一次呢 還能再邀請你 是是是 趕快大家留言 逼他來 好的 聽完皮膚科醫生的分享啊 發現了就是 保濕呢 真的是最最最重要 想要改善的東西很多 第一個一定要先改善的 就是皮膚的保水度 把保濕做好呢 其他才是更加分 所以呢 炸彈霜非常非常的推薦 算是我最近用到 很有感的保濕霜 而且他真的 紅好久喔 就是大家也知道 韓國就是競爭 非常非常的激烈 他到現在還是偶爾會出現在 保養榜千十名耶 而且韓國人啊 就是非常的喜新研究 就是一有什麼新品牌啊 然後大家就會 爭鋒就是愛上那個新品牌 但他能歷久不衰 真的是 果然有他的厲害 那我會把 Blift的更多優惠資訊 都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記得點開來看喔 再來呢 也是韓國最近很夯的一個品牌 最近在台灣好像也蠻紅的 OBJ新出的這個素顏霜 然後他們家之前很紅的是 那個粉底棒嘛 就聽說好像賣了 一兩百萬支吧 非常非常誇張 然後在台灣也超級紅 我身邊蠻多 沒有化妝的男生 也因為他們推出了粉底棒 然後就開始化妝了 然後他們現在新出了這個素顏霜 也是一推出 就直接第一名還第二名 就超級誇張 他的質地其實非常水潤 就是推開了這種感覺 很酷的是 他會慢慢變色耶 然後我覺得他還不錯的點是 他比較自然健康輻射一點點 就他不會死白 你看我擦完 唉唷 這個好像更 更自然 更健康一點對不對 這支反而比較白一點 但這支就是 健康 佔滋潤感在 的那種感覺 推薦給 男生 然後我自己用下來呢 我是覺得他遮瑕度 普普 對 畢竟他是素顏霜 但是他如果你對你提亮氣色 是蠻有幫助的 然後擦起來也不黏膩 像你這樣擦乳液或是擦防曬的感覺 如果你沒有追求無暇妝容 也沒有追求說 喔我一定要 把痘痘痘遮起來啊 只是想要稍微提亮 然後自然的感覺的話 這個非常OK 因為他完全 不會讓你覺得有妝感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 面膜系列 這一次呢 哇 上心的超多 尤其是這一個 這個軟膜 超級無敵夯 這三個呢 都是韓國最近很紅的 新面膜的形式啦 比較不同 像這個是軟膜 就是有點像那個醫美神索 所以他不是一片的 把水這樣攪一攪攪完之後呢 敷在臉上 很像石膏啦 然後他會乾掉 然後再把它撕下來這樣 然後這款是補水效果的 用完的感覺呢 就是臉稍微有變量 然後呢 他可以敷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我自己是 覺得 跟一般面膜差異不大啦 我自己覺得差異不大 就是補水的部分 我覺得差異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這種 比較深層 因為面膜沒辦法很服貼嘛 就你再怎麼服貼 面膜都會稍微翹一點點 但是軟膜就不一樣囉 軟膜是可以超級無敵服貼的喔 你只要有塗抹到的地方 都服得它 它在服貼上面是大勝沒錯 但是我覺得效果上面 就是多那麼一點點 但是好玩 蠻好玩的 再來呢 另外一個面膜形式 就是最近很夯的膠原蛋白面膜 哇這個 有夠貴 它就是走這種 生物纖維那種感覺 它也是在很多膠原蛋白面膜裡面 下去一條血路耶 就像這樣 果凍果凍感的 比較好的部分呢 是 它可以這樣 彈力感 所以呢 你在敷的時候呢 就可以比較拉提的感覺 而且比較不會低精華 所以你敷著做事情 很OK 然後可以敷蠻久的 它表定是敷 45分鐘 但是我自己通常會敷 一兩個小時左右 那它們家我覺得會爆紅 除了就是本來這種膠原蛋白面膜 就是最近的大事之外呢 它們家原本做抗勞 就還蠻有名 追求比較彈力抗勞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面膜 再來呢 就是 也是最近很夯很夯的 它就是貼上去 睡覺前 貼上去之後 隔天早上你的 抬頭紋啊 法令紋啊 可以比較淡化 那我自己實測呢 我覺得 沒有感到 因為它感覺比較像 物理性的那種效果 所以呢 應該多少也是會有幫助吧 就是如果你 日積月累 都有敷的話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因為像我們 很多什麼魚尾紋啊 不是因為說 太愛笑嗎 像我很愛笑 所以我魚尾紋非常明顯 它好像沒有出魚尾紋的 就是有出 法令紋跟抬頭紋 就這種 這種它就可以幫你淡化掉 就是你隔天早上起來 會覺得蠻明顯 可是到下午呢 就會稍微回去 呵呵 不過我覺得長期下來 應該是會有效的 就有點像是它把你撐開啦 減緩皺紋的產生 我覺得 然後它黏性也不會到非常黏 不會有那種很重的異物感 所以我覺得貼著睡覺是OK的 再來下面一位 就是我們防弱法的這個 精華棒 它是這樣 一個滾珠嘛 你就按 它就會跑出精華 然後你就這樣按摩 我原本不抱什麼期待 但是好像真的有一點效耶 然後它是那種涼感的 有點像就是噴的變成那種 滾珠按摩室 然後就可以同時又可以按摩 我自己滿喜歡的 冰冰涼涼 而且現在夏天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怎麼樣 就是有感覺好像頭髮有稍微變多一點 我覺得它應該是可以防止那種 譬如說壓力型啊 作息啊 不正常的那種OK 但如果你是什麼 像是雄心圖啊 基因那種 應該就是完全暗的 請去看醫生 好 再來呢 就是這個室內的擴香 擴香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一組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因為大家看它的包裝 有沒有 超美 然後你們自用啊 或是送禮啊 都很OK 然後它不是那種 沒有乾的擴香 它還滿香的 超級美 雖然說它是塑膠的 而且它的香味蠻特別的 就是比較韓系 清新的那種 我個人很喜歡韓系的那種清新香 淡淡 很舒服 很推薦這個味道是花園 然後也滿推薦那個 Hotel Wood 這樣一組呢 好像原價800左右 但是有時候Olivia會特價 他們特價的時候 大概600就可以入手了 但記得要特價在哪裡 再來呢 就是這個豆豆貼 最近很夯的這種 微甄豆豆貼 我個人呢 是用了之後覺得 好像 還好 它很大片 它就是有點太大片了 就你今天如果是大豆豆 我覺得很OK 它很適合就是晚上敷 早上出門就不適合 因為它好大片喔 大家應該會怕它的那個針感 但我覺得沒有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微甄的那個 加乘效果 我個人 抱持著一個懷疑態度 當好玩可以買 可是如果你只要 感受到它的效果 我覺得是還好啦 最後的鴨香寶呢 就是我們的護唇膏 身為一個護唇膏達人呢 我真的擁有 就從便宜到貴的都有了 目前用到人生喔 人生最滿意 Bring Green的護唇膏 它們最近才欣賞的 我很喜歡呢 是之前不是有一個黃色的嗎 那個我也很喜歡 原本都大推那個黃色的嘛 可是那黃色就是擦久了 有一點偏太油 再加上最近不是夏天嗎 就好像有點不太能擦了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 然後它裡面呢 是有多添加其他的保濕成分 比較不是偏油的 比較滋潤 然後呢 我很喜歡玩上厚膚 但它的滋潤感呢 很夠 但油感 卻沒有黃色那個來那麼多 所以呢我更推這個 再加上它使用真的很方便 因為黃色的那一支呢 不知道自己用到哪裡 但這個它有稍微 因為它是做半透明的 所以你其實看得到裡面的容量 它是保濕感提升 然後油感降低 但它黏稠度比較高 很特別吧 就很神秘 這支真的真的很好用 算是目前的第一名 再來呢 如果你是出門在外 我覺得很適合這個 然後不想要太多顏色在唇上 但是可能就像我一樣 我是比較屬於唇色很深的人 就很適合這一支 這一支呢 是很自然的顏色 非常自然之外呢 它保濕度也蠻夠的 所以呢 出門的話我會帶這一支 但是Be Ready的 就不想要太實氣沉沉 嘴唇可能發白 然後或是太深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 再來呢 還有這個 Ariel跟大兒狗聯名的 那個卸妝名 我個人呢 也是蠻喜歡的 自從他入棉片坑之後呢 我就再也吃不來 太方便了 現在呢 還有這種卸妝棉片 然後像剛剛如果你是 你是剛接觸什麼素顏霜啊 或是化妝的人 也是要記得卸妝喔 就算它看起來很輕妝 還是要記得卸妝 你就拿一片起來這樣 擦擦擦就結束了耶 而且它完全不薰眼 那我自己使用呢 一樣是會這個 粗糙面線 擦過之後呢 再用這個平滑面再擦一次 所以呢卸完之後 我覺得蠻乾淨的耶 那我沒有實測 它的濃妝清潔力啦 但是如果是你基本 像我這種基本底妝啊 都很OK 蠻推薦的 好啦 以上呢 就是2024韓國 歐立北洋推薦必買清單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 最敢是去哪一個 這一次呢 真的很多 比較新一點的東西耶 韓國這個東西 就是發展得很快 一旦有什麼新的技術啊 就會有蠻多產品出現 或者什麼突然紅一個成分啊 就會突然 一堆皮膚都會推出 算是一直有在 求新求變啦 不管是保養啦 彩妝啦 香氛類啊 全部都是 所以呢 現在真的很推薦 來韓國 一定要去歐立北洋看看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非常非常適合 好 那再來呢 就是不要忘記 我們這次的 非常好用的 Bliff的炸彈霜 真的是從18年到現在 都還是在排行榜裡面耶 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們盛世啊 就是這幾年累積下來 就是破千萬小量 這次呢 又新改版 多了很多 對皮膚很好的成分 我自己使用起來 也非常非常喜歡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資訊都放在資訊欄 千萬不要忘記點開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啦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個 最想試試看哪一個呢 歡迎留言分享告訴我 或是有其他推薦的 也都歡迎留言分享告訴我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 掰掰